要退役!周世明近一年未参赛!WBO世界排名消失! 近日,世界拳击组织,WBO,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,但是从112磅盈量级的世界排名榜上,并未找到37岁的中国拳王周世明的名字。 周世明从去年7月底眼部受伤到现在,已经近一年没有出来参加正式比赛,周世明退役或进入倒计时。 周世明作为中国最出色的拳手之一,职业生涯相当显赫,周世明曾获得两枚奥运金牌,三块世锦赛金牌。 从2013年开始,周世明转战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。 2016年11月6日,周世明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托马斯马克中心,以点数120比108击败泰泰国拳手昆比奇,成为继雄朝中之后,又一位获得职业拳王金腰带的中国拳手。 2017年7月28日,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剧举行的矿石之战上,周世明在自己的首个世界拳王金腰带,为免战中第十一回和爆冷输给牧村响。 赛后周世明及妻子曾前往洛杉矶向WEO上诉要求宣判比赛无效并重赛遭驳回。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2月,12月20日晚,周世明在北京参加了2017中国石家劳伦斯冠军颁奖盛典,并无异常。 但是第二天,周世明左眼突发失明被送往上海长征医院救治,据相关媒体报道,周世明视力问题严重,甚至于走路都需要妻子染影影和助力搀扶,而遇到柱子时,周世明都没发现,自己撞了上去,随后出炉的医院诊断结果。 他被判定为接近残疾人标准,后来经过治疗,左眼视力也紧到了0.3的标准,他已经无法从事拳击比赛,否则会有失明的危险。 世界排名 今年的6月10日,周世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,告一段落后过我自己的生活。 并配上了阿甘的插图,似乎在暗示什么,或许他也想跟阿甘一样过另一种生活。 世界杯来临,6月12日,周世明则继续在社交媒体发声,今年夏天,终于可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感受世界杯的刺激与快乐。 我相信这将是我们三兄弟共同难忘的世界杯。 我们爱足球。 可能,远离赛场已经一年之久的周世明已经开始享受眼下这种歉意的生活,而他的退役也正进入倒计时。 短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